太太 太太 您来了 怎么样 老爷今天还好吧 没有醒吧 没有醒 按着您的吩咐 用这震惊计呢 不会醒的 太太 您累了吧 快到沙发那儿歇会儿 没有 联贵 没有人 看出什么不对劲吧 没有 曾医生啊 已经搞定了其他的医生和护士 这里只有她来加药 没有别人来 而且 曾医生还告诉我 混在老爷点滴里边的震惊计 是她从美国直接订购的 香港没有 一般的医生护士 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药 还有这个曾医生啊 每天按时定量来加药 挺细心的 看来您找这个人哪 是找对了 这还差不多 总算对得起 我给他那点钱了 是是 对了 连贵 你要好好看着老爷 千万别让他醒过来 这样我才好办我外面的事情 是 说着说着 怎么觉得那么闷呢 是啊 反正我都不想 你陪我到下面去走走 好好好 喝口气 我陪您去 妈 我来看看你 你好点了吗 我不敢上去 妈也不会让我见你 说怕你病情加重 可我总觉得 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了解妈妈 她不是个坏女人 她就是害怕 她太怕你会离开我们 不要我们 就像当年我的亲生父亲那样 可是现在我越来越不认识妈妈了 这次她让我做的事 爸 如果你能好起来 如果我们还能回到以前 那一切 就还值得 行了 我也不走了 我回去了 行 太太 那我送您上车 行了 你也不用送了 赶紧回去看看老爷吧 请 谢谢大家 你口ông 要脖子 要脖子 更新闻 及 Eagles 奴良 去犯下 ают 不好意思 曾医生 张先生 我太太给你排了这么重的任务 让你每天晚上值夜晚 亲自地照顾 张先生 我是医生 照顾病人是应该的 医生 你敢不敢把病例的处方拿过来 我倒想看看 到底是谁给我开的镇静剂 张先生 您误会了 这可能是别的人拿到您病房的 您没用这样 这种强效镇静剂要是用了 您现在还能坐着跟我说话吗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证据是吗 你原本一定很懊悔 忘了在吊瓶里加药 才会让我意外醒来 可是你又一想 既然我已经醒来了 那么即便是拿吊瓶里的药液去化验 也查不出什么 对不起 我已经留好了尿药 这个包装上面已经写明了 这种药物 这种药物 会残留在尿液中 长达二十四小时之久 要不要我们现在就去化验呢 而且这种药 在香港没有大批的引进 像你这样的人 远远地就能看一眼 看出这上面 写的是强效镇静剂的人 并不多呀 我只要去查一下药厂的销售记录 要查到这个人是谁 该不难吧 张先生别别别 我承认 是我下药一直让你昏迷不息 但是 我跟你无影无仇 这一切都是 张太太吩咐我做的呀 当然当然 我的家务事 也不可能完全来到你头上了 但是你身为医生 应该很清楚很明白 这种事后果有多严重 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以后 你不仅仅是丢掉执照 我还可以告你侵害人身 好好想一想 这件事 你想怎么了断 那 你 你想怎么了断 有 小姐 一起去 告诉我 你 你这个人 是 你不愿意 你当下 你真正的 小姐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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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 你不愿意 我又不愿意 我从小就住在这岛上 到底办法多点 来 小姐 趁着喝鱼汤 多吃点鱼啊 孩子将来聪明 小时候也是 我妈怀着宝林的时候 就爱喝鱼汤 那时候我爸爸就常说 这一个肯定会比这两个姐姐聪明 果然 宝林小时候就聪明伶俐 那时我就在父母坟前发誓 等宝林长大了 我一定要给她最好的教育 让她成才 让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谁知道 小姐 咱不是说好了吗 不上心不生气 小小姐还年轻 慢慢会懂事的 说不定 她现在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我希望她已经离开那个冯氏园了 那样我还放心点 不说了 不说了 小姐 喝汤 喝汤 您请慢用 等我一下 杜伯伯 杜阿姨 世元 这么巧啊 杜阿姨 世元 我每次见您 怎么都觉得您更年轻了 你这孩子嘴真甜 上个星期你父母从英国回来 咱们不是才见了面 怎么 刚几天我又年轻了 世元 你父母走得那么急 是不是来催你去英国读书啊 也不是 老杜 世元在陪女朋友 哪有时间跟你闲扯啊 世元 我们先走了啊 好 再见 杜伯伯的阿姨 再见啊 来 这里的雪衣牌可是一绝 特别新鲜 世元 为什么你父母上周来 你都不告诉我呢 你不是总说 想带我去见见他们吗 还说 我是他们喜欢的那俩儿媳妇 上周 上周我们不是已经 那你为什么 还不带我去见他们啊 难道我就这么带不出手吗 宝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也听到了 我父母这次来得很匆忙 整天忙着见朋友 我是想 我这样把你急急忙忙的 拉去见几分钟 对你显得不尊重 也不容易让他们留下 最好的第一印象 我保证 下次他们再回香港 我第一个就让他们见你 那你说的 嗯 对了 还有件事 我最近老不回学校过夜 嬷嬷好像听到什么风声 世元 既然我们都在一起了 干嘛还要这样躲躲藏藏的 我已经成年了 可以申请不再住下了 我担心 我父母会觉得 现在就住在一起 还是太早了吧 那我们可以订婚啊 我当然想了 可是 我父母说了 英国大学 要我好好申请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要是住在一块了 骂我几句倒是不怕 就是怕 对你有看法 觉得你不检点 不稳重 是 世元 这血鱼排真新鲜啊 快吃啊 我就说是一绝吧 撒点现磨的胡椒粉会更好吃 当时就同样的 道理 就不要走 刚才地起来 这么说 走 坐 不愧了 我笑过 醒门 是 吴 manipulating 我们一走你就进去 我会给你争取两个教室 怎么搞得像做间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吧 我路上跟你解释 曾医生 曾医生 你真的有明天马赛的内部消息 当然有了 那可太好了 你可得给我好好说说 千万别让我赔了 我要是赔了 我能忘了老兄你吗 那就好 凌贵 我还给你留了好酒啊 待会儿咱俩喝两杯 好好好 喝两杯喝两杯 这样令人作主 是 知道一次 走 坐 爸 我真没想到 妈会干出这种事 您受苦了 要是真的昏迷就不苦了 昨天跟曾医生谈派以后 今天就在床上躺了一天 装昏迷这才叫苦呢 不过也亏了在床上躺了一天 有许多事情我想明白了 我相信你和嘉琳之间 什么都没有 无非是你心疼你妈 被她利用了 才会干出那些荒唐的事 昨天晚上 是你守在我窗户下面吧 我知道你想见我 又怕撞见你妈 我知道你心里有多痛苦啊 爸 对不起 爸 喝点水吧 我虽然躺在床上 可是外面的事情我没少打听 这些天你妈像疯了一样 在东亚上上下下运动 到处散布我快不行了的消息 后天就要召开特别董事会 选出新的机会 ated人 我知道她是想把我推上去 爸 你放心 我对银行没有兴趣 也不在乎张家的财产 更不会踩着自己的父亲往上爬 我可以帮你去阻止她 这些疯狂的举动 我只求你两件事 你说说看 第一件 我这次把江陵海散了 我对不起她 求爸赶紧派人把她找回来 第二件 我知道 妈做了很多可恨的事 可是我还是求你不要恨她 说到底她只是个可怜的女人 不只是因为她患了绝症 更是因为从来 就没有一个男人 真正地爱过她 我都知道了 时间不多了说正事吧 就因为你妈的煽动 东亚上上下下谣言四起 帮派林立 大国东里像齐满轩这样的人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我怕你妈到时候控制不了局面 反倒会变成别人的棋子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后天的董事会 你跑去露个面 大家看到你 那么那些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也不用再选什么接班人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身体还太虚 万一这样跑去一激动 反倒真的变成昏迷了 而且董事会已经把我身体的状况 提上一程 让他们看到我病痒痒的样子 齐满轩这样的老狐狸 怎么可能会放过这样一次机会呢 她肯定是借着让我养病 让我休息的机会 永远把我赶下台 永远把我赶下台 而且我突然地露面 就等于完全否认 你母亲这一阵子所做的一切吗 还会把我们之间的矛盾 暴露在对手面前 岂不是让人有机可乘啊 要是嘉林在就好了 此事她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除了佳麟之外 或许只有她 可以帮我力挽狂澜了 谁 马文豪 张墨白的身体 现在没事了 我看张尚文不像在说谎 倒是何宏睿 拦着人不让见张墨白 拦着人不让见张墨白 显得有点心虚 现在这个女人是越来越无所顾忌了 到处拉拢人 连我儿子她都要拉拢 马老弟 她肯定也没忘了你吧 我就是一个给东亚打工的 老板娘开了口 我总要应付两句 以马老弟这种八面玲珑的本事 是应付两句话这么简单的吗 啊 当年 你怕张墨白疑心你 连挡子弹这种苦肉计都干使 哎呦 马老弟最近阴天下雨 腿没疼吧 就是因为这个苦肉计 张墨白这么多年 一直把我当他的心腹 现在被何宏睿软禁 他想到唯一能救他的人还是我 齐老板 你刚才听到的这些情报 可都是我这条瘸腿换来的 马老弟 不要误会啊 我一点没有看清你的意思 相反 我还得谢谢你愿意跟我联手 马老弟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朋友的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老朋友 来 喝茶 老板 张太太在楼下 吵着要见你 没看见我和马先生在那谈话吗 齐老板好大的架子 不过也是 何洪蕊现在是赌红了眼的赌徒 你越不带他玩 他越来劲 赌的筹码就越多 不过可惜啊 我要回避 看不成这场好戏了 好 那马老板请便 带马老板走后门 便让张太太看见 是 把张太太给我请来 是 马先生 请 齐老板 我知道你是大忙人 我就不管弯末脚 开门见山了 这里是几笔 东亚最近贷款出了问题的审批抵单 每一张单子 都有张墨白的私人印章 我觉得需要调查他 看他是否有违规放贷 谋取私利的嫌疑 红蕊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你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真的的话 那你就会葬送你张府的前程 名誉甚至资源 我当然知道 不过你是东亚的第一大股东 你当然有权利了解真相了 你赌了我好几天 注意见到我了 你怎么连说句真话的诚意都没有啊 是 没错 她张墨白 都不尊重我这个太太了 我还要在乎她 管她死活吗 要不是我拦着她 恐怕今天的东亚 我把她拦着他 早已断送在陈嘉林这个狐狸经手上了 现在我要把她彻底赶出东亚 把她打翻在地 让她永不翻身 我已经得了绝症 我不在乎她 我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要帮助少汶 争盗在东亚的权利和地位 除了这个 其他人和事 我也懒得管 红蕊 你们的家务事情我也有所耳闻 这个张老板 也太不顾忌 你这个原配夫人了 慕蕊啊 如果我答应在董事会上 配合你赶走张老板 扶持绍文 你呢 就会让连普的这些贷款风波 彻底比清 而且继续提拔他 没错 说到做到 好 你为了儿子 我也为了儿子 成交 好 张董事长 最近因为身体的关系 没有办法继续任职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东亚的继任人选吧 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人选 齐老板 是我们东亚的第一大股东 你提议的人选 我们一定会 特别加以考虑的 我觉得马文豪先生 他熟悉银行的运营 又长期在张老板的左右 深得张老板的信任 我觉得他是最佳的人选 每个小小的问题 还是最佳一个问题 是最佳的人选 是一年 是最佳的人选 要是最佳的人 改参 张董事长现在身体抱恙 可是我相信 马先生一定不会辜负 张董事长的一片心意 一定是迫不及待地 赶回新加坡吧 感谢齐老板的信任 我深受张董事长栽培 凡是当以东亚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 既然各位股东 觉得我能担此重任 我将不辱使命 欣然接受任命 好 这才是大丈夫方都 万狂乱于祭祷 我没有看错马先生 大家觉得呢 那就是马先生了 恭喜 李主任 麻烦你起草文件 好的 爸 你的精神好多了 谢谢 你 你 你 不是 一个人 不 你 你 我 你 他 真是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家琳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爸你别着急 我等会儿去找他表哥临头长帮忙 会有办法的 来 慢点 这件事你要记住 千万瞒着你妈 我不想她再生什么事 妈恐怕没这个心思了 今天开完董事会 她回到家脸色惨白 后来我按照你的指示 去找了官律师 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了 我爸你的情况 告诉我官律师了 他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打了 要不是他告诉我 我还真不知道 会上出了这么多事 马文豪居然跟齐满轩联手了 你妈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我早就跟她说过 她这么折腾下去 肯定会是这个下场 对不起 爸 我什么忙也没有帮上 算了 少恩 进人事 听天命 你妈今天肯定受了很大的打击 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多劝劝她 让她什么事都别往心里去 你好 您请 阿子 是我 太太在家吗 在休息 在休息也得让太太听电话 你跟她说 医院这边出事了 快点啊 我说连贵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什么情况 你跟曾医生说不就完了吗 你打来吵我干嘛呀 我刚刚才睡着 太太 不是啊 不是老爷病重哪 是老爷他醒了 而且应该是早就醒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这么说 就是曾医生靠不住了 这是肯定的 太太 就是 就是少爷 少爷也靠不住啊 他们把我制走以后 少爷跟老爷在花园里面谈 还说你在董事会上的事 幸亏被我发现了 我知道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现在离开医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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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去找他 看来这么多年 齐满轩对东亚一直没有死心 但是我搞不明白的是 东亚如今势头正见 率先在海外设立了分行 他如今搞这么大的人事变动 难道就不怕动摇军心吗 再说了 他抽走了马文豪 那么新加坡的分行谁来管 是 张先生 这我也不明白 如果他是为了钱 齐满轩早就是东亚的大股东了 而且每次分红也不收纳 他旗下的船行和银行规模都不小 这些钱足够他用的 我真搞不懂 他这么费劲在东亚争权度势 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他有什么事只能在东亚做 而且他自己旗下的银行都做不了 关律师 你帮我查一查 齐满轩跟马文豪之间 除了东亚的业务之外 还有什么来往 好的 张先生 您上次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 找到我大哥的儿子了 怎么说呢 其实他一直在香港 这是思量 你自己看吧 那我先走了 嗯 以上安排完全处于子愿 除非今后我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改变 以上的安排长期有效 好 关律师 你看这样可以吗 我看没什么问题 你再看一眼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再什么签个字就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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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板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憋这么多年 我还真挺想你的 你憋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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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挺想你的 想我的钱 哼 上次冤枉我杀人 这次又用什么名堂来敲诈我 嗯 姓张的 你狂什么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上次让你溜了 这次可没那么容易 你好好给我看看 这些出了问题的贷款 是不是都是你批的 这下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是我们东亚内部的文件 怎么会在你手里 你不会说 我想诬陷你吧 这些都是东亚股东主动提交的证据 说吧 这些所谓破产而无法偿还的贷款 是不是根本就是你做的一个局 你一手从东亚批出贷款 而另一手 虚设几家皮包公司 卷了钱就走人 你简直把东亚的金库 当成自家的提款机 我没说错吧 你说呀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那位主动检举我的股东就是齐满轩吧 他跟你的交情这么深 你让我说什么好了 还好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 我要见我的律师跟我太太 张木白 你别太狂了 如果这次我不把你送进监狱 我吕若在香港警戒这二十几年就算白混了 我劝你识相一点 还是赶快认罪得好 省得活受罪 别以为我没办法让你开口 怎么想对我用刑啊 这是你的地盘随便的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刚刚犯过心脏病驻国院 只要一受刺激就会复发 像我这样的太平绅士 若是在你吕探长的审讯室里出了什么意外 我想英国人那边也不好交代了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咱们走着瞧 妈 绍文 没吃饭吧 来吃饭 有你最爱吃的清蒸鱼呢 妈 你还有心思吃饭 你知道吗 爸被捕了 我以为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我知道了 那饭总得吃吧 你知道了还不想办法救他 把身体不好 他折腾不起呀 是吗 我没觉得他身体不好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好的都能在花园里跟人家商量 怎么密谋着防着我呢 妈 你现在扯这些有什么意思吗 他到底是你的丈夫 我不管你有什么委屈 你给他下药软禁他 都太过分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爸救出来 其他的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什么是以后 是以后等陈嘉林 那个小妖精 给你爸生了个大胖儿子 还是以后 干脆等我半死不活的时候 一脚把我踹开 扶了证 这就是以后吗 在这个家 还有以后吗 妈 我 可你总不能看着爸落在吕洛手里吧 你也知道他 他和齐满轩是一伙的 肯定要把爸往死里整 就像上次诬险爸杀人一样 这次不一样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你的掌控 妈 你别告诉我 爸被抓是你倒的鬼 你 你 你居然跟齐满轩 你这是把爸往火坑里推 你知道吗 你怎么下得了这种狠手 绍文 你怎么到这种时候 还不知道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我做的这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 妈妈已经是患了不治之症的人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可是我唯一的心愿 就是在临死之前帮助你 得到所有你应该拥有的一切 你明白吗 这东亚银行 本来就是属于你亲生父亲的 只是他没有这个福气 他非要回乡下 去接他那老婆孩子 结果却死在半路上 要是没有我 他张莫白 会从齐满轩和广东商会手上 抢回银行吗 我 再说 看在我跟了他二十多年的情分上 你们父子的情分上 这东亚银行 应该属于你 也只能属于你 谁也别想拦着 win 扬子 三人 你最想拦着 皇上 你 你最想拆下 父子 兄弟 你说人生父亲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哪 那个是我叫了二十多年爸爸的人哪 他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吗 当年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出手 我就是个私生子啊 好 既然你不救我爸 我去 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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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警察局来电话说老爷要见你 那些贷款审核单是你交给齐满轩的吧 是 我不明白 这几笔贷款的猫腻你心里最清楚 王云仙甚至跑到我这来揭发过你 是我压下的事情才没闹大 你非但不感激 还反咬我一口 陷害我坐牢 为了嘉林的事 你就这么恨我吗 张墨白 你不要抬高自己和那个贱女人 还有 你休想把银行 交给那个贱人和他肚子里的孽种 我 我告诉你 我早已经对你死心了 现在在我心里 就只有少文 所以我哪怕拼尽最后一口气 我也要为少文保住东亚 其实 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到这一步 我只想把借款之事 让大股东对你起疑心 逼你交权而已 如果你乖乖躺在病床上 就不必受着牢狱之灾 可是你不肯合作 还暗地里计划要夺回东亚 所以 我绝不能手软 莫瑞 我真没想到 你会狠毒到这种程度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少文好吗 你是她的亲妈妈 你要是真的爱她 你会逼着她 假装跟嘉林有私情吗 你会逼着她 让她接手她本来不喜欢 也做不成的银行生意吗 少文这几天有多痛苦 你知道吗 怎么 你现在倒摆起一副瓷腹的样子来 晚了 我告诉你张墨白 少文不需要你 我更不需要你 你要真想帮少文的话 你就老老实实 给我在这里待着 不要出去给我添乱 那少文 就能顺利地接管东亚 这就是你和齐满轩的条件 你怎么那么傻 就凭你这点道行 你玩得过人家齐满轩吗 你到头来只会变成人家的一颗棋子 在上次董事会上 齐满轩跟马文豪联手 耍得你还不够吗 齐满轩说了 他上次选马文豪 也是权益之计 只是一个幌子 我现在把你送进监狱 他就会重开董事会 让少文接替马文豪 张墨白 你知道吗 我现在 我宁愿相信齐满轩这样的人 我也不愿意相信你 因为齐满轩好歹还认个钱字 而你呢 我连人贷钱都交给你了 二十年来 我换来了什么 我连你一句真心话都没有 所以 我发誓 在我临死之前 我要看到你坐牢 看到你身败名裂 看到你生不如死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看爆了 看爆了 张墨白涉嫌贪污 锒铛入狱 东亚银行再与信誉危机 我来回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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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请大家放心 东亚银行运营正常 资金充足 绝对没有问题 马先生是张董事长的 得力助手 那么他这次被抓 到底是多严重的问题 能透露一下吗 我此前一直在新加坡主持分行 很久没有回香港 所以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张董事长执政东亚二十年 他的问题应该不是小问题 请问马先生对眼下的局面 有什么对策吗 我正想向大家宣布 东亚银行正考虑和实力雄厚的 歧视企业合作 所以请广大储户和投资者 不必担心东亚的实力 不 原来由歧视在最后撑着 难怪他说话这么有底气 起码虽是东亚大活动 他能借死不救 是 大家回去吧 大家回去吧 对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大家回去吧 齐老板 我说过 这点小事不用怕 你看 这不就摆平了吗 你刚才把歧视企业搬出来救火 是不是太心急了点 你就不怕刺激到张墨白 不是由吕探长在里面照顾他吗 这回他张墨白还想出得来 也是 这次张墨白算是灾病了 怎么着他也得在里面关上三五年 到时候他一出来 名誉家产就全没了 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斗 这次张墨白是什么人了吗 当年他刚到香港 就失去了马润武这个靠山 可他还是赤手空拳的 从你们广东商会手里 把东亚银行给抢了回来 这一抢就是二十多年 这样的强人 你想靠几笔不清不楚的贷款 那是什么人 就能给他扳倒 不给他下点猛药 到时候他东山再起 你怎么跟他斗 现在我们的私货生意是越做越大 这么一大笔收入 光靠几家地下钱庄漂白 是远远不够 我们迟早要吃进一家正经银行 来替我们洗钱 东亚这块老字号是再合适不过的 齐老板 这些年你盯着东亚 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马文豪啊马文豪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都怪这个张莫白他死脑筋 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 他要像吕洛似的 收了咱们的钱 就去打点集司队 何必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吗 最近政府为了打击走私 对银行是管得越来越紧了 如果张莫白卷进了洗钱的势力 这案子的严重性可就大不一样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高调要求严办 趁机跟张莫白划清界限 赶出他的人换上我们自己的人 到时候银行上上下下 都是我们说了算 从此东亚就是你我的私人提款机 至于张莫白他竟然跟洗钱有关 那吕洛自然有办法让他烂死在牢里 马文豪 看来你这条腿的仇 是一直没有忘的 他张莫白欠我的 可远不止这条腿 好吧 我去找吕洛 到时候把你的整个计划告诉他 来 这条腿的216 是一条腿的 参严其他人 这条腿的 他竟然说 他竟然举你 他竟然说 在这条腿上 他竟然说 梦子 他竟然说 他竟然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